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杨小菊 来自西安 我是一名清洁工 自己的爱好喜欢跳舞 杨姐 今天为什么 给我们带来一个 这么样的表演 这个节目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挑战 我从未尝试过 很难 但是我还是想带一些 新颖的东西 展示给支持我的 喜欢我的粉丝们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学到现在这个样子 是有人教你 还是只是自己看视频学的 我的舞蹈全部是自学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跳舞 听见音乐呀 就不由自主地扭一扭呀 这是我的喜欢爱好 我的所有动作都是 看上热门的视频 我就跟着自己学的 早上打扫完卫生之后 我们会到休息间 会休息半个小时 他们都在休息呀 喝水呀 但是我就在楼道 我就去拍个作品呀 有事 我还能带动几个 跟我一起在练 真好 就是要有这样的生活态度 您说对不对 我们平时工作 我们在给大家 创造一个美的环境 那同时 我们在精神上 还能够带给大家 一种美丽和一种动力 我觉得这是一种双重的美丽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您的一百万粉丝里面 有没有说您做清洁就好了吧 怎么跳那么妖艳的舞啊 是什么情况呀 有好多评论 有的说是疯子呀 还有说有问题呀 脑子有问题呀 还有的说年龄都大了 都快五十岁的人了 不稳重一些 还整天还蹦蹦跳跳的 但是那么多评论 它不会影响到我的 我自己喜欢跳舞 我觉得跳舞很健康 我依然会坚持下去 只要我有一个好的身体 我觉得 给舞感受最深的地方 就是他这种 在生活当中这种阳光 很积极向上 然后快乐 就无论我今天别人说什么 我也没影响到别人 我就是快快乐乐的生活 充满了阳光 而且这份阳光 还能够去照耀身边的人 对 包括小区居民 幸福指寿都因此被提高了 不需要我们心理医生了 我真的羡慕这种 能从内心与生俱来的快乐 当我们要去疯狂地 寻找快乐的时候 您自己已经快乐起来了 那如果到第二轮 您跟我们跳什么呀 第二节我们会有一个强调性 我和我的同事 带给大家一个 我们真实工作生活中的 一个故事 好吧 那我们就期待一下 好了 好了 那我们第二现场的所有的达人们 请给我们的宝洁杨洁 来打分 倒计时 5 4 3 2 1 锁票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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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